大批现金、手机、枪支以及毒品咖啡包等犯案工具摆满整桌 全都是警方查扣的不法误证 全国性同步打击帮派犯罪行动 11月15号起针对帮派犯罪组织所经营的赌场 炸其机房、网路赌博、贩卖毒品等场所加强搜查 展现扫黑决心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刚刚的毒品这一部分 那在原料方面有300多公斤 包括5000多包的咖啡包等等 我们看到我们的打炸的成果 看到我们对于国益开设赌博网站 我们查击也绝对不遗余力 有鉴于黑帮分子常以诈骗所得作为金流来源 警政署溯源追查查扣新台币3668万余元 以及各式枪支13支 各类毒品408公斤 对于青角帮派犯罪有相当程度的震慑效果 我们在日前已经顺利增破一个跨境的火机房案件 这个案件的犯罪模式是由廖姓主席 在台招募42名员工以侨外资的名义 在台湾设立公司 租用高级的办公室 来进行所谓的上摩亚模式的一个跨境火机房 那他做过人力银行 在台湾招募台湾的工程师 客服以及行销部门的人员 利用他们的不知情来发展他们的线上博弈事业 那在日前我们经过场地的搜证 已经一举破获 那现场有查够了35部电脑伺服器 NAS等相关设备 那经过初步检视障册 这个网站初步每个月 都有数亿新台币的资金代表 警政署表示将加强重邦派犯罪组织 人流金流以及从事不法行业 例行系统性扫黑 以求斩草除根 记者综合报道